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8号 美国东部时间周三来自Coinbase Circle FTX Paxos Bitfury Stella 这6家加密货币公司的高管就出现在了国会议员的面前 高管们周三就敦促国会为了这个现在规模达到3万亿美元蓬勃发展的行业 提供更加明确的规则 但是高管们就警告说 过于严格的限制将会把加密货币行业推向海外 这次加密货币的高管们在国会的待遇和此前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前几次 被国会责骂对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国会议员们对加密货币是倍感好奇 而且甚至还鼓励他们去发展业务 这次的听证会是长达4个半小时以上 虽然过去的此类听证会几乎完全都是集中在对比特币的犯罪用途上 但是在本周三的会议上 美国的国会议员们询问到了从区块链技术的安全优势 到加密货币提供更大的金融包容性的潜力等方方面面 来到国会的这些公司并不是那些估值最大的加密公司 但却是在美国政治当中参与度最高而且最活跃的那些加密公司 这次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标志着 加密货币行业的高管们首次向美国的议员们 正式解释加密货币的业务和技术 因为此前越来越多的人都担心 加密货币可能会带来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并且会伤害投资者 加密货币的高管们就一再呼吁美国的立法者 要制定谨慎的更新的根据加密货币行业来制定的新规则 而不是去强迫加密货币行业 去遵守一些旧的法规 他们表示 该行业的发展速度增长 凸显出了投资者对数字资产的强烈兴趣 应该要得到明确规则的支持 而不是去抑制它 加密货币行业的高管们 向美国的立法者解释加密货币技术未来的前景 而立法者和监管机构也正在努力解决 如何将这个超过2万亿美元的市场 致力于政府监管之下的问题 这次的听证会是由加州民主党众议员Maxim Water领导的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召集的 希望能够提高议员们对加密资产以及这个行业要如何示意线有监管的理解 像加密货币的快速增长 尤其是稳定币 这个稳定币就是与传统货币挂钩的这个数字资产就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 他们就担心 如果不进行适当的监控 他们可能会让金融系统面临风险 一些政策的制定者 例如像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还有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主席 加里詹斯勒 他们就担心 这些产品可能会被用于非法的目的 或者是利用那些毫无戒心的消费者 去年的11月 美国财政部牵头的一个工作组 就建议国会通过一项法律 规定稳定币只能由银行等有保险存款的公司来发行 高管们就表示 他们欢迎监管透明度的提高 但可能有助于该行业的发展 但是如果是过于严格的规定 可能会适得其反 Sorco和Paxios参与了两个最大的美元支持稳定币的发行 在这次的听证会上 他们都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出席 Jeremy Allaire 还有Charles Cass Carillel 他们也都是在国会听证会上的那些老熟人了 在一次交流当中 国会女议员Nidia就要求他们两个人 在获得他们对联邦标准支持之前 核实稳定币储备金 Jeremy Allaire和Charles都表示同意 那么在最近拜登总统工作组 关于稳定币的报告当中 最突出的一个提案之一 就是要将稳定币发行方限制为保险存款机构 因此从广义上来讲 稳定币发行方并没有相关的约束 Bitferry的现任首席执行官 美国的前货币监理署署长Brian Brooks 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和质疑 他就表示 只有银行才可以发行稳定币 却不能向我们最大的稳定方 发行方涉予银行的执照 这样的立场是否一致呢 他就告诉立法者 加密货币和传统资产是类似的 他们表示加密货币资产的行业的快速增长 就凸显出了投资者 对数字资产的强烈兴趣 应该要得到明确规则的支持 而不是去抑制它 虽然有好几百万的美国人 都已经投资在了加密资产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专家表示 这种资产类别需要更明确的规则 国会可以提供这些规则 加密货币行业的官管就表示 加密货币可以让全球的用户 能够更快的更便宜的 而且更容易的获得金融交易 FTX的首席执行官 Sam Bankman Fred就表示 这个行业有潜力改善很多人的生活 他们的目的就是 宣传支持者们所认为的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潜在的好处 同时淡化很多政策制定者 和消费者保护者提倡的 所谓强调的那些危险 那沃特斯就对加密行业的缺乏 监管就表示了担忧 他在周三就表示 目前加密货币市场 没有总体或集中的监管框架 使数字资产领域的投资 很容易受到欺诈 操纵和滥用 那随着比特币 以太坊 还有其他的加密货币的价值 和人气的飙升 华盛顿政府呢 对监管加密货币的兴趣 是越来越大了 加密货币行业 在共和党找到的盟友 是比在民主党找到的盟友要多的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就已经陷入了美国的党派分析了 共和党人利用这次听证会 就警告不要对加密货币行业 进行过度的监管 他说我担心的是 我的一些民主党同事 已经下定决心 他们将会提交监管法案 以遏制这项创新 或是在其充分发展 和开花结果前将其毁掉 但是几位代表交易平台 和数字会议本身的高管就表示 他们已经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管了 这次听证会讨论的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交易平台的总体监管问题 Coinbase的全球首席财务官 Alyssa Hess和FTX的Sam Bankerman Fred 都支持某种形式的监管协调 Alyssa Hess就表示呢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并没有就关闭Coinbase的借贷产品 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Bankers Fred就表示呢 FTX的一些产品受到负责处理 衍生品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的监管 Coinbase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Circle的首席执行官 Jeremy Allaire就表示 该公司的发行与美元等值的 USDC的稳定币 将会很快申请银行牌照 将会直接置于 华盛顿当局的监管之下 为比特币区块链呢 提供基础设施的 Bitfury的首席执行官 布鲁克斯他就警告说 美国在监管这项新的技术方面 是落后了 他对议员说 奇怪的是 我们是最后一个 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的国家 众议员安斯尼古·茨奥斯说 Web3可以赋予每一个人权利 他使用了一个相对新的术语 来描述新兴的应用程序的堆展 他说这件应用程序 不依赖于集中授权来运行 不仅如此 安斯尼和其他人一再提到 由于繁琐的监管 尤其强调这样下去 美国可能无法从加密创新当中得力 并且询问该行业 是否会授予于 美国政府更具凝聚力的政策 不出所料 FTX的首席执行官 Sam Beckman Fred 同意了安斯尼的这种观点 并且敦促国会 要澄清SEC和CFTC等机构之间 重叠的监管权 并且允许Circle等公司 Circle等公司已经发现了 超过300亿美元的稳定币 进入线形的银行系统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成员 和加密货币的高管还多次指出 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 都已经允许比特币的ETF等产品了 但是在美国依然还是禁止了他们 Coinbase的首席财务官 兼Coinbase US的首席执行官 Alisa Hess向众议员 Brian Steele问道 如果一大群客户 想要购买比特币的ETF 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购买呢 值得一提的是 Coinbase曾经质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为什么他们不能发行 与稳定币与美元 等法定货币挂钩的代币 对于这件事情 Alisa Hess在国会上说到 我们已经询问过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但我们仍然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的产品 无法继续进行 这次呢 美国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 竟然对Coinbase表达了一些同情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在细节当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和其姊妹监管机构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本身也在争论各自 在加密生态系统当中的角色 目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仅监管期货的交易 但是呢 关于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 监管范围扩大到加密货币的现货市场的讨论 也是越来越多了 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共和党的领袖 北卡罗兰纳州的众议员 帕特里克 迈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 周三就回应了行业游说者的警告 那就是 对加密货币的过度监管 可能会把技术创新 推向其他的国家 使美国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他说 我们不需要立法者出于对未知的恐惧而进行监管 而不是寻求理解 他说 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在理解之前进行监管的做法 只会扼杀美国的创造力 让我们在竞争当中处于劣势 从历史上来看 国会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的对加强监管加密货币 是更感兴趣的 比如 民主党众议员亚利山大奥卡销科尔特斯就认为 加密货币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新的系统 而像是我们现有系统的一种扩展 另一个民主党众议员Sherman这次甚至表示 事实上 加密货币的拥护者代表了我们的社会力量 在某些方面 美国的国会对待加密货币的态度也正在改变 高管们认为 加密货币并不完全符合美国监管机构的现有结构 那议员们应该考虑为他们的行业量身定制立法 那批评人士就说呢 该行业希望定制自己的规则 以避免向银行经济商和证券交易所所面临的监管 呼应贝斯的首席财务官 Lisa Hess还在证词当中表示 由于数字资产的发展上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 基础技术呢 也很独特 数字资产交易的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因此呢 现有的监管制度往往是不适用于这种新的技术 Lisa Hess呼吁政府要开发一个新的全面架构 来支持加密货币产业的独特技术和创新 她说 应该有一个单一的政府监管机构来监管加密货币 以确保数字资产的持有者被授权和保护起来 加密货币的支持者就认为 和传统的支付网络相比呢 区块链技术可以促进更快 而且更便宜的交易 并且有潜力促进创新 还有金融的包容性 FTX的首席交易官Bankman Fred就说 看看美国和全球未获得银行服务的人数 就会发现传统的金融体系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它是支付基础设施的产物 使用起来非常的困难 而且笨拙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适用的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 在2020年呢 5%的美国成年人是没有银行账户的 之后呢 包括纽约中民主党众议员 李奇托雷斯在内的议员们 就询问了加密货币 帮助移民在国家之间汇款的可能性 通过银行或者是转账公司汇款的过程呢 可能会很慢 而且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但是呢 这类交易目前还不常见 使用加密货币呢 是需要学习曲线的 如果造成了转账错误呢 还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而且呢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渠道 去提供这种加密的汇款 使其比传统的方式能够更具竞争力 不过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 当中的一些民主党人呢 对加密行业仍然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比如说 有一个众议员 他叫做Telab 他询问比特币采矿不断增长的 碳足迹的问题 还有能源浪费的问题 那么另外呢 众议员Garcia和Adams都敦促 两家加密公司呢 提供有关其公司级别 和用户群多样性的数据 每位CEO都同意了这个要求 但即使少数的民主党议员 表示了对加密行业的担忧 但其他的民主党的成员呢 还是赞扬了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钱包 所带来的创新 尤其是这一新兴技术所具有的 为现有的银行系统提供低成本替代方案的潜力 来自美国南布朗克斯的众议员 Rich Torres就坦言 加密货币给当地的选民呢 提供了一种更加便宜 更加快捷的汇款方式 南布朗克斯是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呢 都对量子计算 是否会对区块链的安全构成威胁 以及呢 加密货币是否会削弱美元 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表示担忧 但也表示了对加密技术潜力的支持 在整场听证会里呢 只有一名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成员 Brad Sherman 表达了对加密行业的不满 他认为加密行业获得了华尔街的支持 因此呢 双方是存在利益关系的 Brad Sherman 还抨击了Coinbase派Elisa Hess 而不是首席执行官Brian Armstrong 来参加国会的听证会 暗示了Brian Armstrong最终仍然需要来国会来听证 就像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一样 当然Brad Sherman 一贯对加密行业持怀疑的态度 但是从周三整场听证会的气氛来看 Brad Sherman 似乎成了一个局外人 毫无疑问 这次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听证会的基调呢 赢得了加密社区当中很多人的赞扬 要知道 过去国会议员对加密行业的敌意和缺乏支持 让很多社区成员感到非常失望 康胖的总法律顾问Jake就在推特上说 今天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听证会 是我在国会见过的最积极最具建设性两档参与度最高的加密公开活动 有史以来 我想表达的就是字面意思 这证明了近几个月以来DC的行业和社区参与的有效性 我们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巨大进步 尽管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呢 宣布他们将会制定法案以简化加密监管并且支持该行业 但是呢目前还不清楚这次听证会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就有分析人士表示 国会不太可能很快就制定新的加密规则 而议员们呢主要将这次听证会呢 视为是一项事实调查活动 该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马克星沃斯特就表示 人们对适当的监管存在疑问并且特别指出 鉴于Facebook公司的稳定币计划呢是一个主要的担忧 因为该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巨大 一些议员尤其是共和党人就称赞这些高管 引领了一项可能成为关键技术的技术 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皮特赛森斯就表示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看到了很多的独创性 很多的创业精神 我们需要支持你 众议员Jake Ochenklaus最后就总结说 Web3的道路规则可以是两档的 好了喜欢我今天的节目呢 记得给我的节目点个赞哦 感谢你的关注 下期节目再见 每个人都接近了 750看ломала собственно 5个人都这么开玩 要稳图 shame 整个人承误 都白了 转结 完了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